香港《立層新聞》編輯獲罪 新聞自由再遭打壓 中共間諜行動一羅羅 李沛下案再爆出新消息 遼寧護露島洪災後 腐臭罹悶 物資極度缺乏 週五 下面是詳細內容 8月29日香港區域法院 對《前立場新聞》總編輯 鍾佩權和處理總編輯 林兆桐作出裁定 二人被判 村謀發佈煽動刊物罪 這是自1997年 香港回歸中國以來 手中記者或編輯 被判犯煽動罪的案件 鍾佩權和林兆桐 均面臨最高兩年的監禁 法院判決書指出 鍾佩權和林兆桐 與《立場新聞》母公司 Best Pencil Hong Kong Limited 於2020年7月至2021年12月期間 全眸發佈及複製了 17篇具有煽動意圖的文章 這些文章被控 有意引起公眾對中共政府 及香港特區政府的憎恨或藐視 或激發離半情緒 法官郭偉健在宣讀裁決時 特別提到 判決考慮了 對國家安全的潛在危險 以及當時的實際情況 本案涉及的17篇文章中 法院認定其中11篇具有煽動意圖 被列為煽動文章的包括 專訪何桂蘭、陳佩敏 及羅冠聰關於香港國安法的駁核文章 羅冠聰對中共政府的批評 張崑陽的駁核文章 以及歐加倫關於12港人案及國安法的文章等 法官指出 《立場新聞》在反修例運動期間的報導 具有明顯的本土主義傾向 媒體在此期間被用作抹黑和攻擊中共及特區政府的工具 中佩權和林兆桐在此前庭審中均否認控罪 他們的辯護律師強調 《立場新聞》只是記錄社會不同聲音 強調這些文章的內容並未失實 也沒有煽動意圖 辯方認為 控方無法證明他們有煽動意圖 因此控罪不成立 該案件自2022年10月開審 原定2023年10月裁決 但由於控辯雙方就英國書物院案例進行補充陳詞 以及法官希望等待其他相關案件的上訴結果 裁決被推辭至今 中佩權和林兆桐在庭審期間均被拘押 中佩權出庭聽取判決 林兆桐因身體不惜未能到庭 由律師代表出席 《立場新聞》曾是香港領先的網絡媒體 以其批判性報導和評論著稱 但是在2021年12月的時候 香港警方突擊搜查了該媒體辦公室 並凍結了他的資產 導致《立場新聞》在幾日後被迫關閉 其後媒體的多名高層和董事 包括知名歌手何韻詩 和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等人被拘捕 此案曾引起國際社會的 廣泛關注 包括美國政府在內的批評人士指出 此反映出香港在國家安全名義下 對媒體的壓制和新聞自由度的惡化 值得一提的是 香港《立場新聞》的案件並非孤立事件 自2020年港版《國安法》實施以來 香港已逮捕220多人 其中很多因煽動罪被控 這個從英國殖民地時代流傳下來的罪名 如今被港府用來打壓異見和民主聲音 除了《立場新聞》 香港其他媒體 如《蘋果日報》 亦因類此原因遭受打壓 並被迫停刊 香港《新聞自由狀況》的急劇惡化 亦引起了國際組織的關注 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的報告 香港在全球《新聞自由度》排名中 從2002年的第18位 跌至2024年的第148位 該組織東亞辦事處執行長 艾偉昂表示 香港的《新聞自由狀況》 和港版《國安法》實施後的情況密切相關 港府對記者施加的壓力 迫使媒體自我審查 削弱了《新聞》的獨立性 對此希望之聲記者採訪了美國問題專家藍述 藍述表示 香港在中共通過《國安法》之後 它的言論自由和媒體自由都已經截底死亡了 這次的判決只不過是再一次證明 言論自由和媒體自由在香港 已經完全完全沒有了 中共治下的香港 現在與中國內陸任何一個省份都沒有什麼不同 香港的社會 它們所面臨的一個完全完全沒有言論自由和媒體自由的社會 在講到香港未來的前景時 藍述說 如果香港繼續這樣發展下去 沒有言論自由 沒有媒體自由 那麼我們已經看到非常清楚的就是 香港它已經失去了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地位 藍述說 英國人用了100年的時間 才將香港建成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 但現在到目前為止 香港已經從金融中心變成金融廢墟 香港不可能再擁有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因為股市、債市、還有貨幣市場等等的 所有這些金融市場的運作 它必須有一個8%的媒體自由作為它的保障 因為所有這些金融市場的運作 它對資訊都非常敏感 這個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一些變化 都可以引起這個金融市場巨大的動盪 所以說你沒有新聞自由 那麼金融中心它就不可能成立 所以香港呢 它如果說是徹徹底地失去了金融中心的地位 那麼香港未來就可想而知 最後藍述在港道香港人的出路時表示 香港的出路將來跟中國內陸任何一個省份的 中國老百姓的出路 沒有什麼大分別 只有當中國人 中國社會裡面的民眾 它全部都站出來進行抗爭的時候 它們才有可能有出路 否則的話 不論是香港還是中國內陸的任何一個省份 它們都不可能有光明的未來 當然啦 這種抗爭它的目的必須是解體中共為目標 它才可能有結果 而任何一種與中共進行妥協的 那種改良性的抗爭 最後都不可能成功的 中共間諜活動頻頻 正引起各方的關注 近期一個四年前中共女間諜 在印度釘上總理和高層官僚的案子再次被翻出 根據印度媒體Znews的報導 2020年印度情報機構在一次緊張的行動中 逮捕了中國公民石青 石青以研究員的身份在印度活動 他的真正任務卻是進行間諜工作 目標包括印度政府的總理辦公室及多個重要部位 調查顯示 石青的間諜任務包括收集印度政府內部的敏感資訊 特別是總理辦公室及其他關鍵部門的內部通訊和活動 他的行動由中共情報部門精心策劃 目的是獲取高層政府官員的詳細資訊 石青與加爾角塔一位有影響力女性的聯繫 特別引人關注 這位女性通過中國大菩提子的一名僧人 將一系列重要文件提供給石青 這些檔案原本要交給中共高層的丁女士和周先生 進一步揭示了間諜行動的國際範圍 及其對印度國家安全的威脅 石青的被捕引起了中印之間的外交風波 中共政府迅速否認同案件有關 並要求印度立即釋放石青 但是印度方面堅持認為調查證據確鑿 石青最終因違反《官方保密法》被控 並判處長期監禁 在全球範圍內中共間諜活動的頻繁曝光 顯示出其情報行動的廣泛性 近年來美國歐洲多國接連發生中共間諜心透事件 今年7月 挪威警方在奧斯陸加勒穆恩機場 逮捕了一名涉嫌從事嚴重情報活動的挪威籍男子 該男子剛剛從中國回來 此外 法國政府也驅逐了兩名 在中國駐巴黎大使館工作的間諜 他們試圖將一名政治異議人士遣返回國 這些事件表明中共的間諜活動 不僅在政治領域展開 也涉及到情報和經濟領域 在美國今年前6個月 司法部已揭露至少6宗中共間諜案件 涉及美國軍方、情報單位及重要企業 在歐洲間諜活動的頻發同樣引起了關注 德國檢控調查單位 逮捕了涉嫌將歐洲議會資料提供給中共情報單位的人員 以及一名涉嫌將敏感資訊交給中共的疑犯 英國和比利時也分別揭露了中共間諜活動 進一步加劇了對中共間諜活動的擔憂 除了傳統的間諜手段 中共還大力發展網絡間諜行動 網絡已成為現代間諜活動的重要工具 能實現遠端資訊盜竊和大規模的匿名操作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的資料科學家表示 網絡間諜活動令情報部門可以在不直接接觸目標的情況下獲取大量資訊 美國司法部今年3月起訴了中國黑客組織高級長期威脅31成員 該組織長期鎖定美國及其他國家的政治官員和企業進行間諜活動 荷蘭政府也發現了由中共資助的黑客成功入侵荷蘭軍事網絡的事件 表明中共的網絡間諜活動已涉及多個西方國家的國防企業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Christopher Ray指出 中共的黑客計劃規模龐大 並且中共黑客人數遠超美國網絡專家 他警告說 美國必須加大對這個威脅的應對力度 保護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 對此希望資訊記者採訪了台灣開南大學國家 國家企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文革博士 陳博士表示 中共在全球範圍內安插間諜 並通過網絡技術擴展其情報活動 這對各國國家安全構成了極大的威脅 他說 這些活動涉及軍事情報單位和重要企業 尤其是在美國 2024年 僅前6個月就爆發了至少6宗間諜案件 顯示出中共情報活動的滲入性與廣泛性 面對這種挑戰 世界各國包括台灣必須採取更為積極的應對措施 陳文革博士指出 各國應該加強跨國情報合作 因為間諜活動往往是跨國進行的 因此 單靠一個國家的力量 很難徹底防範和打擊 所以各國通過建立緊密的情報共用機制 可以更迅速地偵測並制止潛在的威脅 這個不僅包括政府間的合作 還應涵蓋國際組織和私人安全公司的合作 以便及時交換資訊和資源 形成強大合作力量 陳文革博士說 隨著黑客技術在間諜活動中的應用日益普遍 各國必須加強網絡防禦能力 並定期進行網絡安全演習 以提升對網絡攻擊的應對能力 所以應該提高對關鍵基礎設施的保護水平 並確保政府和企業系統具備強大的防禦能力 此外 各國應考慮制定更嚴格的法律 利約束和打擊在網絡空間中的間諜行為 從而增強威懾力 中共對外實行間諜 客客行動 對內極權暴政 而顯見中共有跨台跡象 對外部分 中共的間諜和客客行動已經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反應 導致中共在全球範圍內的孤立加劇 而這種孤立不僅影響中國的外交關係 也對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造成負面影響 長期下來 將削弱中共的全球影響力和國內經濟基礎 其次對內的部分 中共的極權統治正面臨內部壓力的增加 尤其經濟發展大幅下滑 青年失業率飆升 以及房地產市場的崩壞 這些問題日益嚴重 削弱了中共政權的穩定性 習近平的個人極權專政 增加了政策錯誤和內部權力鬥爭的風險 這些內部矛盾 將引發更大規模的社會動盪 進一步削弱中共的統治和控制能力 因此當前中共雖然擁有強大的維穩機制 和應對危機的能力 它的內部控制系統短期內 也能維持政權的穩定 但是隨著內外壓力的不斷累積 這些跡象表明中共正面臨一場 日益嚴峻的生存危機 並導致最終跨台 近期江西省上饒市 女官員李佩霞的辯護律師 郭瑞通過微博發文 透露了案件的最新進展 李佩霞因指控上級官員 無其性侵而引發的案件 再次成為輿論焦點 8月28日 李佩霞的律師 郭瑞及其律師團隊 在會見李佩霞時遇到障礙 並對當局安排的官派律師提出質疑 認為這個行為涉嫌違反法律 郭瑞在詳問中指出 雖然李佩霞的家屬已委託他們擔任辯護律師 但當地卻強行安排了一位官派律師 汪志鴻 這一行為引發了辯護律師團隊的強烈抗議 根據法律規定 一個被告人只能有兩名辯護人 而在未解除現有委託的情況下 強行安排第三名律師明顯違法 此外 汪志鴻曾擔任李佩霞所在鄉政府的法律顧問 應當迴避 郭瑞透露 在8月21日他們與李佩霞會見時 李佩霞曾表示希望等與家人見面後 再決定是否簽署委託協議書 李佩霞的態度和所說的話令律師團隊懷疑 他可能受到了脅迫 郭瑞律師說 他們的會見權利遭到嚴重侵犯 要求對官派律師所持委託書的來源進行審查 李佩霞的父親李長柳 也在社交媒體上發文 他質疑 官派律師汪志鴻的代理合法性 提出了一系列問題 包括汪志鴻如何獲得李佩霞的委託書 律師費的支付方式 以及是否曾與李佩霞會見等 但是李長柳的相關法文目前已被刪除 李佩霞案件的背景 是他在今年5月26日 被江西省萬年園紀委監委困住他 並在6月17日公布了調查消息 7月25日 李長柳在網上發布了李佩霞的救命影片 指控無其性侵並對他進行報復 李長柳在影片中提到 無其曾威脅李佩霞 這次你不死也要剝你沉皮 並指出 即使江西省紀委發布了無期接受調查的通報 也有人試圖將責任推給李佩霞 這次案件的最新進展 不僅引起了對李佩霞人身安全的擔憂 也引起了公眾對法律程序公正性的關注 2024年8月29日 遼寧湖路島市建昌縣因上星期遭遇大洪水的洪災區域出現面臨嚴重的困境 負臭味飄散至一公里之外 災後救援和物資供應情況令人擔憂 知情網民透露 目前建昌縣洪災區域的負臭味已經擴散至一公里外 當地救援人員表示災區氣溫仍在二十多度 惡劣的天氣條件加劇了腐爛情況 令救援工作變得更加困難 水災大力的房屋倒塌和山泥傾射 進一步阻礙了救援行動 很多道路被沖毀 山區的地形也增加了救援難度 雖然災區急需物資 但當地居民表示 官方只是提供了每戶一張長銅皮 真正的救援物資主要是依靠好心人士的捐贈 災區缺乏足夠的食物和飲用水 居民在最初的幾天裡幾乎沒有任何救援物資 甚至連飲用水也難以獲得 很多村民表示 連雨水也不敢喝 怕已經受到污染 官方資料顯示 8月20日的洪災已導致11人遇難 14人失蹤 但很多當地居民和救護人員認為 實際傷亡人數遠遠高於官方統計 災區有多個村莊的房屋被完全沖毀 一千上萬的農作物也被摧毀 造成了極大的經濟損失 一個受災嚴重的村莊的村民說 他們的房屋被浸到頸這麼高 直到現在仍有大量積水和負臭 居民生活陷入困境 部分地方仍處於無緩狀態 洪災後的建窗園 尤其是重災區的村鎮 很多房屋已經無法居住 災民無法不在親戚家或臨時搭建的庇護所中度過難關 由於長時間的積水和氣候炎熱 當地的環境條件極為惡劣 導致了大量的蚊蟲滋生 並令到居住環境更加惡劣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